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投奔铁木针 草原上的生存经验告诉他们 只有团结在一个不畏艰险 又有杰出才能的领导人周围 才能得到好处 各个营地的蒙古人来了 他们希望铁木针能带领他们 进行无数次有质量的狩猎 获取食物 各个营地的老人 也把他们的儿孙送来了 他们希望铁木针能带领这些壮汉 不厌其烦的去进行掠夺 获取财富 铁木针家族渐渐从阿银了 变成了古猎炎 水涨船高 铁木针的野心 被这些人的拥护所激起 不过在他16岁这一年 如果说他有称霸草原的野心 那是极不现实的 铁木针当时固然有野心 可能也仅仅是想做个 蒙古起研部强有力的酋长 当然 他的野心还表现在另一方面 那就是娶妻 妻子原本就有 不必寻找 几年来 他之所以不去迎娶妻子 不二帖 就是因为他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自身还难保呢 怎么能保护妻子 如今大不同了 他有了自己的子民 虽然才一百多人 他穿戴整齐 和他的弟弟别离古台 踏上了通往岳父家的路 德薛禅热情的接待了他 先是嘘寒问暖 然后诉说他那菩萨的心 这几年听到你生活的艰难 还听说塔利湖台把你当成猴子一样到处展览 我痛心疾首 很难过自己没有能力拯救你 老岳父说这话时挤下了几滴眼泪 铁木针毫不动心 红吉腊部在草原上的实力之差 人所共知 他唯一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能为强大的部落提供美女 这也是他存活下来的原因 铁木针从未奢望岳父能为他提供任何帮助 所以岳父的话就等于是耳旁风 他最激动的就是看到已经亭亭玉立的博尔帖 我们今天看博尔帖的画像会发现他奇丑无比 画像中的他拥有一张肥瘦的脸和两只睁不开的眼睛 这可能是画家故意为之 象征了他的母仪天下 真实的博尔帖如花似玉 有着牛奶一样的肤色 在任何时代任何人的眼中都是美的典范 出乎铁木针意料的是 老岳父什么都没有说 就爽快的把女儿交到了他的手上 让他带走 当然博尔帖的嫁妆 对当时的铁木针而言也是惊人的 一百多头羊 十几头牛和二十多匹马 其中一件黑雕皮袄更是价值连城 据他老岳父说 是几年前通过各种关系 花了大量的硬通货 才从金国那里得来的 回来的路上 铁木针看着黑雕皮袄愣神 博尔帖温情默默的问他在看什么 铁木针说 这件皮袄真好看 博尔帖一笑说道 再好看也只是件皮袄 铁木针不易察觉的一笑 小声的说了两个字 未必 铁木针要说而没有说出来的 正是他下一步准备复兴起研部的计划 这个计划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重温旧梦 计划的被实施者叫做托沃林勒 是蒙古部落西南近林克列部的领导人 克列部居住于金蒙古国土拉河流域 东面是七零八落的蒙古部 西面是强大的奶蛮部 北方是桀骜不逊的密尔启部 南面则是荒漠 克列部最辉煌时 周围的部落都向他俯首 包括蒙古部落 这个部落信仰基督教 是中国警教的发源地 这警教是唐代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 涅斯托利派的称谓 托沃林勒野心勃勃 一直想恢复克列部当年的荣光 不过他志大财书 始终被内政问题所困扰 铁木真父亲野苏该在世时 托沃林勒曾被自己的叔叔驱逐出境 成了流亡酋长 野苏该狭肝一胆 帮他收集族人 又帮他出兵 恢复了酋长之位 托沃林勒为了感谢野苏该的帮助 和他结为安堂 使治共进退 共富贵 共贫穷 但草原上的誓言如风 野苏该被人谋害时 这托沃林勒却无动于衷 野苏该的家人陷入愁苦时 他也两耳不闻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个真理在草原上 被人见旅的最为踏实 这也是铁木真 这么多年受苦受难 却始终不肯去请求 托沃林勒帮助的原因 而现在他的翅膀有点硬度了 所以他准备去和托沃林勒重温旧梦 帮他回忆起他的好兄弟 野苏该的恩情 然而旧梦温起来是乏味的 让人毫无兴趣 所以铁木真戴上了那件珍贵的黑雕皮袄 在开满淡紫色白里香的黑林边缘 铁木真见到了托沃林勒 托沃林勒脖子上挂着银白色十字架 在阳光照耀下射出惨白的光 他肥胖但很匀称 眼神飘忽不定 却又充满温情 铁木真恭敬的献上黑雕皮袄 又谦虚谨慎的诉说自己 早就想来拜访父亲最好的兄弟 这些废话 然后又不动声色的吐露 他现在已经是个有实力的人 这些使得他在托沃林勒眼中 马上成了一个有尊严 有气质 有前途的年轻领袖 铁木真把旧梦恰到好处的延伸出去 您从前和我父亲是兄弟 父亲的兄弟就是我的父亲 托沃林勒张开他小的夸张的嘴 咯咯直笑 眼睛却始终停留在那件黑雕皮袄上 他对铁木真的重温旧梦没有感觉 对铁木真的礼物却大有好感 于是他站起来紧握十字架 对铁木真说 你失散的族人 我帮你聚拢 抛弃你的那些人 我要给他们好看 我要让你的族人都紧紧团结在你的周围 就如同腰腹在屁股上 侯腹在胸上一样 据说腰腹在屁股上 侯腹在胸上 这句粗俗的话是庄严的誓约 不知道托沃林勒的精神导师耶稣 他老人家要是听到这样的粗话 会作何感想 铁木真的行为相当于主动承认了托沃林勒是自己的保护人 他也因此得到了托沃林勒的口头契约 铁木真这一步走得相当漂亮 正是在托沃林勒的保护和支持下 他才得以战胜蒙古其他部落 做了蒙古人的克汗 敏锐的找到靠山 是铁木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不过有一点是很多人学不来的 那就是铁木真拥有的遗产 铁木真之所以能找到托沃林勒做靠山 是因为他父亲和托沃林勒的关系 没有父亲留下的这份遗产 铁木真根本不可能和托沃林勒对上话 确切的说铁木真是靠了父亲留给他的人脉 而依上托沃林勒这座靠山的 平民百姓永远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机会 当然找到靠山后 就要让其发挥最大价值 虽然山不过来 但我还可以过去 铁木真主动让托沃林勒这座大山发光发热 他的计谋是拉大旗做虎皮 他派人到处宣传 强大的克列部领导人托沃林勒 已经是他铁木真的保护人了 二人的关系比父子都亲 铁木真现在如果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沙漠里的玫瑰 托沃林勒都能帮他去采摘 这种宣传效果显著 蒙古各部落的人闻风而来 仰慕他的人徒步投奔 他的古列炎 以他的帐篷为原心 不断向外辐射 这个圆圈越来越大 铁木真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集我们讲成吉思汗第十集 灭而起来袭 敬请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